现在慢慢谈 你看蔡依林和混血男友景容 就已经交往四年了 恋情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小天后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男风一直没有表态 怎么回事呢 去看一下 昨天蔡依林的混血小男友景容 亮相某品牌活动 自知颜值颇高的 她对于自己的外表 那是相当的自信 我今天穿的就是帅 帅就好了 你自己看觉得帅就好了 头会见着明星 这么直白 这么认真地夸自己 不过看在小伙长的还过得去 小编我也就忍了 但是现实是 账象不能够摆平一切 近日静荣被曾经合作过的导演 吐槽耍大牌 虽然事后经纪人解释过原美 但是嘛 刚走红就爆出这样的消息 对于静荣来说 应该是个不小的打击 其实听到她说的话 我有点难过 有点不舒服 她应该不是这样子讲的 被误会 静荣自觉相当委屈啊 不过身在娱乐圈当中 什么样的新闻都有 小天后应该早就给你 打好预防针了吧 或者至少也应该安慰一下吧 男朋友有委屈 都跑到记者面前诉苦了 作为女友的蔡林 却没有关心过对方 我说小天后 你都曾忙什么呢 昨天 蔡林在台湾地区出席活动 衣着俏皮心情大好 跟媒体聊天的时候 张口闭口都是自家的小狗狗 就是因为我在海外时间蛮长的 所以我只要在台湾跑通告 我都会想说 带着她的帮子 也让她感觉 跟我有一些时间相处 因为今天第90也别忘了多陪男友 编辑报道